刘仲敬2024年12月8日言论及药文 诸罗斯 诸亚与诸夏的时代 维基百科的九读是香港警方在港区国安法之后公告中的说法 指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种地方独立思潮 包括上海独立 南蒙古独立 西藏独立 东突厥斯坦独立 台湾独立 巴蜀利亚独立 米越国独立 大越国独立和满洲国独立 刘仲敬时与世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众议院今天通过了我的关键共产主义教学法案HR5349 我的法案确保子孙后代能够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怖 以及他给受害者带来的苦难 压迫和流放 刘仲敬不排华航吗 俄罗斯满足候选人必须被禁止再次参选 刘仲敬 乔治思库退选 反而会导致分裂的民粹右派选票集中到团结联盟 增加而不是减少反建制派上台的可能性 促使大匈牙利主义和大罗马尼亚主义直接对抗 我希望我有勇气去推翻暴君 我只能发推文 需要明确的是 阿萨德之后 叙利亚必须被解体为X-Syria流重镜 叙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多城邦公国和亡国并存 最新消息 川普刚刚谈叙利亚战事 他说 叙利亚的反对派武装前所未有的行动中 全面占领了多个城市 并通过高度协调的攻势推进至大马士阁郊外 显然正准备对阿萨德展开一场大规模行动 由于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局势 损失超过60万士兵 似乎已经无力阻止这场席卷叙利亚的行动 而叙利亚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保护的国家 这让人想起当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拒绝兑现其红线的承诺 导致局势失控 最终俄罗斯介入 然而现在 俄罗斯可能和阿萨德一样 正被迫撤出 而这对俄罗斯来说或许是件好事 俄罗斯从叙利亚获得的好处本就不多 除了让奥巴马显得非常愚蠢之外 不管怎样 叙利亚目前一片混乱 但并不是我们的盟友 美国不应该插手这件事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静观其变 不要介入 刘仲敬说得太对了 尤其是俄罗斯除了跟奥巴马抢面子以外 并无收益的部分 美国不干涉军阀混战 支持以色列做掉伊朗 西亚军阀混战从叙利亚到阿富汗自然连成一片 下一步自然就是越马入关 从拉塔基亚到连云港连成一片 十与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因其政党成员抵制投票 而未能通过 由重镜戒严目标基本实现 团结右派赢得战前大选 保障韩国战队正确仍然是可能的 只要韩国向美日一边倒 中国的主力就必须所在环渤海圈地区 中国避战的可能性上升 坐以待毙的可能性上升 反之则韩国中立化 太平洋战争的可能性上升 无论如何 时与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表看法 他认为新加坡等国未来将消失 马斯克从来不会批评中国 他知道这个国家未来将消失 马斯克说 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将消失 实际上已经是指丧骂怀了 新加坡的生育率还在1.0以上 且人口基数小 在生育率1.0的基础上 每年再引进2-3万年轻移民就可以了 中国的生育率 2030年代将低于韩国 跌到0.6枚悬念 下降速度太快了 人类历史罕见 中国人口基数太大 引进移民补充人口并不现实 由重镜 朱罗斯 朱亚与朱夏的时代 史与氏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韩国爆发执政危机 台湾更危险了 尹锡悦戒严失败 亲共左派势力抬头 习近平获成最大赢家 历史学加刘仲敬专访 刘仲敬 北京在海上和陆上 都是战争的地缘弱点 迁都秦岭很有必要 史与氏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黄俄与地方公安系统的矛盾 在国感已经不能调和了 刘仲敬很可能是敌对军阀 或自己流窜抢劫的雇佣兵小队 得不到足够的给养 就越界救食 免属赞米亚军阀混战的今天 就是华属赞米亚的明天 维吾尔人武装部队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KIP 隶属HTS旗下单位 在拉塔基亚地区发起攻击 卡巴尼 金萨巴和哈亚特的冲突 仍在继续 刘仲敬 这是阿拉维派和俄罗斯基地的核心 主力部队的任务 西亚军阀混战的今天 就是沦陷区军阀混战的明天 叙利亚打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 目前起码5-6个大典的组织 他们打掉阿萨德以后 有可能打内战抢政权 也有可能坐下来商谈 共同建立一个临时政府 5-5开 让我们拭目以待 刘仲敬 太上皇就有4-5个 不可能统一的 以色列的利益在于 扶植一贯反阿拉伯 亲以色列的德鲁兹人独立 保护哥兰高地的侧翼 乘机消灭真主党 在黎巴嫩建立 捷马耶勒式亲以色列政府 其他部分尽可能分裂 伊朗外交部正式呼吁乌克兰 停止对叙利亚境内 恐怖组织的所谓支持 声称这种行为 违反了与打击恐怖主义 有关的国际义务 刘仲敬 还是呼吁中国多打钱 比较实际 西亚军阀混战的今天 就是沦陷区军阀混战的明天 突发叙利亚最大反对派 HTS称阿萨德政权 在大马士革的情报部门负责人 已与他们完成了控制首都的安排 刘仲敬 杜斯塔姆元帅的诞生 东起延吉 西至迪化 一道反律防额的自由长城 终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是为上帝 美国朋友和中国人民都喜悦的 所以时与世都在新统派一边 刘仲敬说得太好了 秦岭以北 才是七个大大和八个大大的主战场 蜀国中国一位一国341.6万人考公务员 中国考公 人数创新高背后有什么隐忧 2025年度 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 创下历史新高 达341.6万 竞争比例突破历史记录 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 公务员成为了稳定职业的首选 尤其在经济不确定和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 政府通过增加应届毕业生的工作机会 来缓解就业困境 然而 公务员工作虽然能提供稳定收入和保障 却也可能让年轻人失去与私企的竞争机会 同时 部分地方政府也面临工资支付困难的风险 因此 这位未来的公务员职务增加了不确定性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简称国考于12月1日落幕 招录与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官方数据 此次国考计划招录3.97万个职位 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达341.6万人 竞争比达到86比1反映出考试的激烈程度 据中国官媒《北京日报》与《中新网》等报道 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近40万 而招录人数仅增加160人 这是自2021年以来 股考竞争比首次突破80比1 面对经济不明朗 考工与事业变成为中国年轻人首选 现年25岁的贾斯丁 华明来自广东 在一家中小企业担任行政职 去年曾尝试过公务员考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提到他这一代的年轻人 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 同时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困境 因此考公务员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热闻选择 他们认为公务员岗位提供了更稳定的职业路径 贾斯丁告诉媒体 公务员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后的第一首选 因为目标明确 收入又不错 相对稳定 也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 你总不至于想要去就业市场上去 会一个不太确定的职位出来 搞不好你明年你就会失业啊 贾斯丁表示 对于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 公务体系的收入比许多私营企业提供的待遇要好 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为例 普通公务员的年薪约为15万到20万人民币 此外还有额外的奖金和补贴 除了公务员外 贾斯丁指出 许多年轻人也选择报考事业边 及一些与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事业单位 尽管这些事业单位员工的薪酬和福利比一般公务员稍低 升迁也更依赖于内部规定 但其稳定性和福利仍使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今年考工的部分岗位竞争尤为激烈 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 仅招录一人 却吸引了16702人报名 此外 从地区来看 北京和广东的报名考工的人数最多均超过25万 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是西藏 竞争比接近150比1 对此 贾斯丁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尽管他和其他年轻人对公务员考试的激烈竞争早已有所预期 但真正让他们感到不公和剥夺感的往往出现在面试环节 他认为很多岗位的录取最终往往取决于关系 导致某些职位呈现权力试习的现象 普通考生即便在比试中表现出色 也很难获得同样的机会 贾斯丁比试就算是第一 面试只要找得到关系 你也可以密习 不然你以为像什么中国烟草 中国电力 中石油 很容易会出现一家三代 从爷爷奶奶背 一直到孙子孙女背 他们每一代的人都可以稳定地考进这个优渥的岗位 怎么做到的 总不可能你一家三代都很会考试吧 中共为维稳考虑 公务员名额三分之二给应届毕业生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开放的3.97万个公务员岗位中 约有2.67万个岗位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并外2.75万个岗位 则分配给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机构 两者合计占总招录人数的近70% 这一趋势反映了近年来招录政策更加侧重于吸纳应届毕业生和加强基层岗位的配置 旅居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靖元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中国政府对于公务员考试的放宽 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 同时也有维稳的考虑 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公务员职位来降低这些风险 唐靖元说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力气特别重 各种县中式的 开着车去撞人的恶性案件是层出不穷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觉得中共它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维稳的角度 想要尽量地把这种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的程度 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血气方当的 如果说他们要是大批人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话 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的因素 唐靖元还提到 虽然公务员工资不高 但体制内的隐形福利和权力变现机会 使得一些人认为公务员是值得选择的道路 公务员通过权力转化为灰色收入 如腐败、权力寻租和内部福利 使得部分公务员的经济状况远高于正式工资水平 他认为多数年轻人考工的选择背后 也反映了一种躺平心态 他指出年轻人不再追求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 而是更多地寻求基本的生存保障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结果 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 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把进入体制内 去当一个公务员去混吃等死 当做自己的首要的选择 他就已经证明说 这个国家、这个政府 他的政策一定出了大问题 其实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经济学者因指出失业率等问题 遭禁言、考工热、在中国持续升温的现象 与经济形势、就业压力、学历贬值 以及社会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 近期 中国经济学者傅鹏和高善文都指出 中国当前经济困境和高失业率的问题日益严峻 傅鹏在11月底 与汇丰私人业航的一次演讲中 批评中国当前的教育与就业政策 指出中国通过大学扩招 来将年轻人留在校园 企图降低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压力 然而这一政策未能解决实际问题 反而导致了本科文凭的贬值 傅鹏还通过今年清华 北大本硕比一比三的数据进一步说明 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 加剧了学历内卷化 硕士学位也可能不本科文凭贬值的后尘 他说 如果三年后经济的问题还不改善 我估计开始鼓励你们年轻人不博了 读到30岁再开始就业吧 此外 中国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于12月3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会议中 以用各省城镇就业总人口的数据指出 在疫情以来的三年间 中国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 不能够正常地找到工作 反映了疫情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冲击和严峻挑战 由于公开指出中国经济和就业等问题 傅鹏与高善文目前已被禁严 两人的微信账号遭到封锁 相关文章在中国网络上几乎已搜寻不到 专家警示公务员未必能保证长期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与企业中的高压和加班相比 公务员工作时间较稳定 且有固定的福利和铁饭丸保障 但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财务压力 可能无法按时支付工资或面临更大挑战 这使得公务员工作虽然有保障 但也存在风险 庄家颖说 当公务员 他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 中国政府可能之后 政策有些调整 可能希望说公务员转到其他工作 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 有些人可能生活不习惯 或者说分配到一些地方政府财务 债务有比较大的挑战 如果说公务员要相对的保障 那方面的保障 也可能会有打一点折扣